我可以站在这里跟委员报告 请放心 我们随时都在准备 随时做好充足的准备就对 对对对 即便万一不幸台海局势 是没有错 周一中国对台军演后 不少立委关心 政府是否有做金融兵推 央行总裁杨金龙强调都有准备 而立法院另一焦点 央行9月祭出第七波 选择性信用管制后 搭炒方效果如何 这种措施啊 有没有确实有成效了 给大家观察吧 要有时间啊 不是马上就有成效 市场认为 央行这波打炒方史上最严 形容是金融海啸 杨金龙解释 首要任务是扭转房价上涨 预期心理 并搭配财政部囤房税 内政部平均地权条例 和金管会的措施 预期心理要缓转呢 是不大容易的 对整个我们的房地产的一个 长期的健全的发展呢 是不好的 对金融稳定呢 它是一种威胁 必须要做未雨绸缪 要必须在事先的时候呢 来出手 然后抑制这个 这个房价上涨的预期心理 是第一次国庆 还会讲到这个议题 是是是 这个是很显然的 它对于这个房地产的市场呢 它也非常的非常的关心 总统赖清德在国庆演说上 强调打炒房的同时 会兼顾民众的患无需求 就是因为过去一个半月 截到一千多件成情 认为伤及无辜 央行以针对继承取的房屋和换屋足破免 没有宽限期的规定 央行表示已设置14条专线 方便个案咨询 至于后续管制措施 需要一段时间等政策发酵 明事新闻杨思敏良君乐台北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明事新闻网